王菊加油,只有你能够看清李洪志的真实嘴脸,愿耶和华从至圣所赐福于你,愿你们一生一世都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的好处。 李鹏也只是那个背锅的,是整个中共集团的决定,让我们铭记历史,记住有这么一个政府对自己的人民做出这种事情,全成泪目。 首先,我对六十四学潮中死去的学生感到痛心,但如果当时仍有学生胡闹下去,今天的西藏、新疆、台湾已经独立,国家可能四分五裂。 无辜吗?不无辜啊。 如果不是当年他们天真被人利用就不会死啊,现在可能日子都会过得还不错,甚至还能在家看嫦娥六号登月。 我很想知道,这些遇难者的家属,在想要得到公正说法的同时,他们把这场悲剧归咎于一个屠夫的命令,还是一个罪恶体质的本质。 王丧,刘晓波作为四君子之一,说没看到死人,你怎么评价?你凭什么断定是大屠杀? 作为新闻工作者,你真的遵循了你的原则吗? 王丧,你先揪出来谁打死了长安街桥上的小兵,谁套出来他肠子的,谁吊起他到桥头,谁把他烧得勾起来了? 没这觉悟,谈不下去的。 也只有王丧才能这样透彻分析法轮功的真相,让大家走出法轮功的谎言,愿你在基督里的每一天都是充满喜乐的,更是充满平安的。 最应该谴责的不是中共,是那些那些,如今还在国外的那些所谓六四领导者,让学生去送死,你们在外面逍遥快活,同时断送了中国的民主进程。 对各种伟大形式生存理由,诉求群众运动盘踞,动乱,必须学美国快狠准模式处理,避免引起野火燎原,弱国,毁国大危机发生,上。 对各种伟大形式生存理由,诉求群众运动盘踞,动乱,必须学美国快狠准模式处理,避免引起野火燎原,弱国,毁国大危机发生,下。 海纳各种族英雄们融合,国家越来越壮大,满族起家为首罗马帝国,后代越混越分裂,越小,没头错主,胡搞自己国家,可后悔无门。 看了一圈评论大为不解,为什么一些人你给他们看再多的证据都不信,必须是抹黑视为大义,永远是冷嘲热讽的语气,好像自己有多大的智慧。 压在人民头顶的三座大山,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 现在帝国主义和官僚主义之间互相撕了起来,让我来站队? 抱歉,哪边我都不站。 颜色革命,向禁忠职守,牺牲的军警致敬,向那些本兴卫国,却遭人利用,而可能遭到惨死的爱国学生致敬。 愿中共引以为戒,警忠长鸣,时刻警惕。 王志安,你怎么不说六十四背景,西方阴谋,解放军被烧死打死,为什么中共定性从血潮改成动乱暴乱的原因? 这既然是媒体人,要站中间说话呀。 这些孩子对不起自己,对不起自己的父母,背后煽动的人,在冲突最激烈的时候,已经在大使馆了。 如果他们还活着,活到今天,他们会怎么想? 曾在天安门当事人领袖,说天安门没有流血,在沐西地复兴路那边有枪声,学生和军队混战,说也说不清,把解放军烧了。 为啥呢?看柴玲人家不是好。 周星驰电影整股专家,就讽刺过六十四,吃了诚实豆沙包后说,原木好诚实,李鹏是最伟大领袖。 结果吃的是谎言豆沙包这段被删减掉,原版粤语原生还保留。 祖国为政与执法同志们,莫对各种看似无害,义正言辞群众运动聚集,必须狠下心来,在小伙镇压代价小时,就要快很准杀无赦扑灭。 柴玲,乌尔开西这几个运动头领,是真正的柜子手,拿这些手无寸铁的学生做垫背,他们侥幸逃离中国,现在美国过上的幸福生活。 手段多么的残忍。既然要参加运动,就不要怕死,既然要暴乱,那就该死,运动裹鞋下,没有无骨可言,因为你被裹鞋,怂恿从事颜色革命占到了当时国家利益的对立面。 谢分享。所以,这么大的悲剧,原来也和那个具体的不知名的缺乏基本人性关怀的军官有关系。 如果这些伤者可以及时得到救治,悲剧也就可以减少了。 全国不少校园,对以八处理不当抗议事件,群众运动风潮,当政府要打压,镇压时,都依法,不依身份,毫不留情,强悍霹雳手段排除。 政府怎么可能跟你讲法治?你跟他讲道理,他给你讲态度,你跟他讲态度,他跟你讲法治,你跟他讲法治,他跟你讲政治,你跟他讲政治,他跟你讲国情。 我一直以为,这都是谎言,是西方对我们不友好的揣测,事实证明,我四十岁的年纪还是太年轻,在威权体系下,我在墙内怎么敢胡说话,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这些妈们太勇敢了,红心无限敬意。 祝各位妈,长命百岁,身体健康,好活下去。 历史会记住你们,记住你们正义善良勇敢的亲人,红心你们和他们都是真正的爱国者。 我经历过六点四当年正好二十岁。 当年其实大部分学生或者大部分人都是凑热闹的,一部分人是有目的,也有一部分人确实是对当时社会的一些现象不满。 祖国多数人民手法与冷静配合,得以平安度过国家危机,永续不断勇于尝试与修正,政府施政方向与方式,勤奋精进发展,丰硕生存建设,果实加上。 完全没有印象,一个文革,一个六十四,父母对这些事只字不提。 现在,哪怕我讨论起这些事,他们都是选择回避不提的,好像他们不知道,也像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是为了防止挖祖坟,为了保江山的政权的疯狂。 官僚系统,军队和民众几十年来不过都是江山的工具,谁冒头了就拿另外两个去斗倒另一个。 整个一个大风桥惊艳。 我之前用过一个司机,当时是清场武警,他说他当时端着机枪开枪扫射,他经常突然一惊一炸地跳起来,提起那天不敢多说,语无伦次,大家都说他精神有点问题。 依稀记得记得当时新闻联播不停地播放,被烧焦的解放军的尸体,卧槽,都不带达马赛克的,有些肠子都被勾了出来,小学生哪见过这个,看得我一辈子心里阴影。 希望王菊也客观地反映六四前,学生如何烧死解放军,政府如何忍让了四十多天,学生如何在广场喝着西方香港捐赠的可乐。 大家也想,美国遇到这种会不会开枪? 看了视频,但是还是半信半疑,主要是那些跑到美国的人太恶心,他们的行为让我认为,这就是境外势力主导的颠覆活动。 但想来,任何大规模活动都有其群众基础。 有睿智领导家,小平先生,看出这些打着民主自由与法治改革群众运动,正是破坏法治与毁坏自由,即让外国势力有机拱火。 若果,毁国大隐忧,大祸害。 王志安,1989我高三,那年参加高考,没有亲历经过。 一心在准备高考,每天都是看电视了解新闻。 六点四前几天,北京已经失控。 不通过强力制止,你说怎么办? 颠倒是非,怎么不说六十四之前,解放军被暴徒扒了皮挂在桥上,被暴徒活打死,电视台说了六十四晚上部队会进京,还要跑出去。 谁能分得清你是暴徒还是群众? 这也能叫客观啊。 热情推崇与绿卡保护,列为打工,工具阶级,内心却十分鄙视与戒慎这些反骨,他日一新又起,一有作怪把柄,就罗设各种夸大罪名,判刑监监禁或消灭。 八千九百六十四还是要思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最终的结果演变才是主要的,避免以后再次发生这样的悲剧。 视频也看过一些,前段时间双方都比较克制,怎么就演变了这样的悲剧? 很无奈,纵观历史有统治阶级真正给被统治阶级道歉的吗? 学皇帝发个罪己诏,前苏联的戒严部队要是在莫斯科动手,苏联还会解体吗? 没意义,要么学王局迈开腿,要么管住嘴,对祸害人国,非法兴起各种生存诉求动乱,投胎的人魔与信众,杀他个几百千万人,上帝都不会怪罪,因他来处理人事堕落人国,更狠几乎全灭圣经记录着。 这有啥呀?都是自有应得的人,对待暴徒,美国一样搞了国会山十六大屠杀,我认识还有亲戚的小孩去看热闹被打死的呢,到现在都没法下葬,人家才是死的冤枉,被这些暴徒连累了。 89年,我刚出生,对六四的了解,也就这几年在墙外,说实话,这个事件对我影响没那么大。 但是我觉得,对于追求民主自由的年轻人们,在那个年代热血追求的年代,我是非常敬佩的。 王菊加油,是你让我走出了法轮功,让我看清了法轮功的真相,愿上帝降下甘甜的活水,洗刷你的心灵,保守你的身体,赐福你的家庭,恩高你的产业,带领你的脚步,时刻与你同在。 让一个国家弱国,崩毁,都是祸起萧强,内部少数人,妄图,以政府现在与过去运作与处理不当事件,共同包装诉求,兴起群众运动盘踞,唤起长期积压民怨相助,野火燎原。 了解的不多不少,有内宣有外宣,但我对六四事件竟然没有一丝感动,一丝同情了。 可能要等民不聊生或伟大复兴才能真的觉醒,要么觉醒中共统治的黑暗,要么觉醒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了。 我当年上高中,有点发言权,中国的很多事情都是迷糊的,鱼龙混杂。 正确错误不讨论,有人就是爱看热闹,平时马路上就这样,古代法场外都是人,结果糊里糊涂就卷进去了,这就是命。 向中国政府致敬,没有向颜色革命低头,不然现在的中国有可能像中东那样。 那些遗留的6.4成员不行,就在现在的国家发起革命。 外没有说过中国政府的好话吗? 除了睁眼说瞎话,就是抹黑。 能接受叛逆也是投诚,以同胞同治公平,平等,宽厚以待,莫以君子教养文化宽厚度量,去看蛮国汇聚后代。 对叛逆者接纳后,种族制上小人心怀心怀处置是迥然不同的。 王菊那么正义,就专门做一期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屠杀,你怎么看? 你对美国要制裁国际法院,又是怎么看? 你支持以色列不断蚕食巴勒斯坦的领土吗? 你看到巴勒斯坦的儿童在不断被屠杀了吗? 感谢王菊,这期节目做得太好了,非常真实。 这些都是中共党卫军为了稳固政权,疯狂屠杀普通民众的真实罪证。 六十四惨案应该被世代铭记,我中华实现真正民主之时,方是爱国一世安息之日。 曾发生经济极端不景气,引发华盛顿群众运动,诉求国家95%财富,聚集在5%人手中,贫富极端愤恨民情,盘踞半年左右,其他国家早就野火燎原闹翻天,政权垮台。 八千九百六十四天安门大屠杀北京新村哑巴母亲家里唯一的儿子,从天安门爬回来后被举报了,被警察抓走了,打死了,一晚被打坏了。 转生了,今生是美籍华人武汉人博士的儿子,小明,修炼法轮大法了。 王志安,中央台都通告了,一个十七岁的初中生去赶着去见马克思。 沙比亚,如此疯狂的枪林弹雨,谁有胆去送人去医院?满大街都是被烧毁的公交车,谁烧的? 有碎吗? 沙红眼的解放军? 你自己信吗?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很多学生无辜,那么很多解放军是谁被倒上汽油烧的? 那时候我上小学,在新闻上都看到了被吊起来的解放军烧焦的身体。 难道那些解放军不是无辜的吗?总之一个巴掌拍不响。 学生是鲁莽和无知的,当然悲剧也是令人悲伤的。 一场政治运动都免不了留学牺牲,可惜学生被他人利用了。 想吧,个人何其渺小,不要鲁莽行事。 同情也是最不值钱的,要么成功,要么死亡,想清楚了再做。 王志安,你可能对权力有什么误解? 李鹏在当时多少也是有话语权和执行权的,本来就不受人监督,作为老百姓起诉权力不就是搞笑吗? 法律如果是少数决定的,这不叫法律规则,叫丛林法则,谁老大听谁的。 其实这个运动广泛市民都支持,甚至警察都站在学生一方,可是当他们开始攻击解放军,烧军车抢武器的时候,性质就有点变化了。 我始终认为部队足够克制了,不然面对鹤枪实弹的军队,不可能只会死亡这点人数。 对美国人民一项守法语如绵羊般,配合执法逮捕为上,以免抗拒被粗暴压制或枪杀,不需动用军队,少数执法人员坚决排除态势与强势快狠准,霹雳震撼手段处理迅速碾平,最为人国执法,学习典范与改良引进。 现代欧洲邪恶外国势力,历史来都是侵略殖民人国,面对各种反抗必然有许多,与非常有经验强势镇压格杀,都知道这种内部小动乱,引发野火燎原对国家动摇,极端危险性可怕后果,是毫不留情强烈镇压杀灭。 十几岁的学生懂什么,一群无辜冲动的学生,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也不听政府劝告绝大部分人是隋大流,被利用,最后发展成杀解放军,烧军车警车和暴徒有什么区别,最后被清场,还导致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开放派彻底瓦解。 我很想知道当年被烧死的农村娃兵是否作为刑事案件侦破,及参与实施者是否被捉拿归案,以及后续审判如何。 还有他们在农村的母亲家人情况如何,相信他们都还健在,农村人早昏早生,这些士兵的年纪比当时的大学生普遍小一点。 六十四英烈,求了,你们配吗?不要侮辱这个词了,解释一下,为什么鹤枪实弹的解放军会伤亡那么多? 他们要真的要随便开枪,自己会被你们烧死。 只有冤死的解放军才能叫英烈,他们对国家,对我们今天的太平生活有贡献,感谢他们。 谁在煽动这些中学生?他们真的懂吗?他们诉求到底是什么? 如果还能重来,他还会出去吗?如果他们看见今天的美国,还会神话民主吗? 他们只看见开枪的军人,有没有看见那些放火杀人的暴民呢? 谁该为悲剧买单?我想,第一就是煽动这些孩子的人。 1989年,我尚未出生,但从小听长辈说过这件事,也和同学讨论过。 后来在网络上看到了资料,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纵观历史,与人民为敌的人终将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历史必将给所有人公正的评判。 作为后人,我们要做的就是铭记和等待。 我那个时候上高三,我们也兴奋地想去玩。 我们不懂政治,只是想凑热闹,不想上学。 我同学跟家长谈判,让爸给买东西,陪打乒乓球,然后就不去北京了。 我在想,当年这些年轻的学生又有几个真正懂政治懂治国呢? 可惜了,牺牲了年轻的生命。 只能说,这件事对于政府对于人民都是悲剧,但是我是支持镇压的。 我觉得,有些人是误杀的,比如九岁小孩子那么晚还能跑出来,有些人是被反杀的,毕竟还有十多名全副武装的解放军警察被吊起来烧死。 政府一开始的目的,如果就是开枪,不会就死二十多人。 事情是从四月底开始闹的,已经答应两个汉奸学生头子当常委了,这种程度的妥协,还是不罢休,非要颠覆国家。 这不镇压,什么该镇压? 解放军在接到命令前已经被杀了好多了,有的直接挂在桥头。 军方和学生都没有错,政府也没有错。 错的是背后怂恿的人。 古代王朝都有史观记录是非对错,虽然历史就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但是至少是保留下来了。 但是现在共产党所做的事情,就是完全否认六四的存在,通过信息封锁言论管制,完全摸去了百姓记忆中真实发生的事件。 每个墙内出生的人,在降生那一刻,就已经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我看了学生与李鹏的对话,闪锁其词,被人忽悠的一愣一愣,害惨的是自己家人,妄想以民主自由来。 如果当时六十四成功,今天的中国,绝对是很惨烈,也绝对是美国的附庸,动不动都民主,自由,有事没事闹一下,对抗一下,如何政令下达,不说官僚主义,贪腐主义,两回事了。 本人是亲历者,广播让大家回家,一遍又一遍。 非常时期,对抗戒指言,那就是犯罪。 本人也不幸西部受枪伤,地点也是木西地。 虽经三次手术,至今屈膝仍然部分受限,但也没有太多怨恨了。 当时情况下,不清场怎么办,群众情绪被鼓动起来了,都很极端,讲法已完全不可能了。 群众方面,暴乱中有三十多名非军人受伤,二十余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学生。 对比现在美国的反以色列的游行示威,美国政府的反应,中国政府做得相对隐忍了,即使动用武力也是应该的。 过这么多年以后,现在看起来更是没毛病。 想让这帮学生掌权了,中国的可怕成什么样子? 蒋洁连知不知道,他担心的大哥、大姐们已经怀揣美国绿卡,准备一辈子吃人血馒头了。 造反被镇压,然后要求政府赔礼道歉,这种行为放眼整个人类历史都相当炸裂。 当年的宋江、方辣怎么就没想到这个办法呢? 宋朝军队只要一来,就高喊爱国,不准打我,我们是英雄。 我是89学运参与者,一开始学生的确是单纯爱国运动。 后来持续一个月,国家已经危在旦夕,领导人必须坚决果断地镇压。 关于出动军队,是因为当时中国没有西方这类镇报警察,只有军队有能力。 在戒严令已经下达24小时情况下,你还要跑去,不打死你打死谁? 完全合理合法。 邓小平下令开枪,不过王志安同志之前的节目也是感激邓小平的, 反思六四不是单记住这件事,不去忘记这么简单, 而是要从六四中我们学到了什么,吸取到什么教训。 是不是好像某些中国人那样,中国经济好的时候又不再提起这件事了? 反思六四的同时,中国人最应该反思的自己的民族性。 我是六四学生运动亲历者,当时不在北京。 看了这些无辜遇难者的故事,的确令人感到压抑,难受。 但我想,节目中是否也应该替那些在这次事件遇难的年轻士兵们说句话, 他们也是母亲的儿子,至少提一两句也好。 同时应该谴责那些向战士们投掷汽油瓶的暴徒, 他们是否可能也在这份名单中呢? 军警方面,在暴乱中,被暴徒砸毁、烧毁、损坏的军车、警车和公共电汽车等车辆达1280多辆, 其中军用汽车10多辆,装甲车60多辆,警车30多辆,公共电汽车120多辆, 其他机动车70多辆。 一批武器,但要被抢。 戒严部队战士,武警战士,公安干警,负伤60多人,死亡数十人。 那些责备别人的人,处于那个人的处境,经历过那个人的经历,毫无疑问,都会做出一样的事情来。 而,这就是人,得包容他们,帮助他们,尽管他们在不断伤害别人的同时, 也不断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别人是活该的,或自己是冤枉的,别人是邪恶的。 没有人能看清一切,所以没有人可以不忏悔。 死者是无辜的,但造成他们真正死去的原因,是那些用心合其独野的所谓六四领袖们。 他们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让多少人失去了生命。 他们的所谓民主自由,就是想要由他们来取代当时的政府。 真是躺避党车,不自量力。 看现在的乌克兰东欧等国家是多么的可悲。 好在中国没有走到这一步,为六四死去的人悲哀。 可怜的母亲们。 但看现在的叙利亚、埃及、利比亚、乌克兰、苏联,这些被颜色革命搅乱的国家的下场, 现在的中国人应该庆幸当时政府下的艰难决定。 可怜的死难者,也许政府是该给他们证明, 他们不是暴徒,只是欺骗和煽动的受害人。 该受谴责的是背后煽动的坏人, 和那些手上沾满受骗学生鲜血的搞政治投机学运领袖。 家里有个长辈,扫射的时候边上有棵大树, 躲树后面躲过了一截,他身边的全倒下了, 结束后就逃离了北京, 后来进了地方政府, 一辈子遇不得志,得不到升迁, 后来离职从商了, 但是相对的,其实大家都特别尊重他。 他们本是最精致的阶层, 为什么政府到了这一带会那么无能? 因为有能力的精英不是被杀了, 就是因为64处碰壁,很难的。 还是小学的时候听我爸说过, 以前北京军队开坦克镇压大学生的事件, 那时候也没渠道了解, 毕竟在这墙内属于是不能让普通人了解的事件。 今天听王菊述说属实, 让我对那段事件感到震惊, 如今西方世界上还有着各种各样的游行, 但是政府都没有去武力镇压, 为什么自诩公正法制的墙内却能发生如此事件呢? 这就是小粉红们所期待的自由公平。 我是北京的89年那会儿三年级, 当时住在二环边上胡同里, 还记得当时大学生围着二环路在主路上游行, 住在周边的人给大学生送吃的喝的, 一起喊口号。 父母骑自行车还带我去过天安门, 看到大学生在那里静坐。 那时候晚上在家里, 还能用收音机听美国之音的广播。 64后, 北京二环每个立交桥上都有军队驻扎了很长一段时间, 长大后才了解到更多信息, 真正了解了整个6.4的过程和意义。 假如他们当年没死, 并且成功了, 会怎么样? 一, 不会有今天强盛的中国。 二, 所有事情都需听从美国人指挥, 美国支持的颜色革命。 三, 民主, 自由, 人权不会如期而至, 社会更加混乱, 没有一个能统领的人物出现, 各说个话, 后期他们的行为很能说明问题。 收集你自由, 民主的女人心态吧。 看德国知识, 有关德国女孩叙说, 中国经历遭受的不公公击, 哪里有真民主, 自由, 人权? 我也希望有。 我是90年的北京孩子, 直到我20岁出国, 才知道8964的事。 原来我爸也参与其中, 但是只是凑热闹的, 但是后来他只字不提这个事, 所以我根本完全不知道。 我妈当年在天安门广场工作, 他也没告诉过我, 后来我才知道, 虽然我们全家都反共, 但还是没人敢说话, 因为我们深知, 你说出什么, 但凡被传出去, 就没好下场。 所以我真是觉得太可悲了, 中国太可悲了。 太可怜这些母亲了。 王菊能否做一期那段时间死去的 普通士兵相关的节目呢? 他们也是中国人, 他们当时的年龄也和大学生相仿, 为了历史的完整性, 我们不能选择性一望是不, 如果你真这样做了, 我尊敬你是一条汉子。 因为我看了被烧死士兵的惨状, 凭什么每年到这个时间点, 就只提学生而不提那些普通的士兵呢? 是谁在选择遗忘? 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立场, 如果死去的士兵是自己的亲人, 人们又会怎样看待这件事情呢? 八九年我是高三学生, 说实话当时看不懂,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想到现在差不多有一点明白了, 年轻人那么去了, 当然可惜, 放在哪个家庭都是灾难。 总体我觉得, 学生就是一个敏感容易激动的群体, 政治上不成熟的群体, 不适合深度参加政治运动, 容易成为各方抛弃被牺牲的群体。 政府是国家机器, 每个人都知道, 世界上所有政府都有类似记录, 过度指责共产党和政府是不公正的, 共产党和政府维护国家基本稳定是其基本职责, 毕竟大乱无政府状态, 会危及所有人利益。 没什么好说的, 城盲败寇。 国共内战, 你让国民党来赔偿对抗者的亲属吗? 同样是为了国家, 为了民族, 为了人民, 只能由抗争胜利者对己方的歌颂和褒奖。 几十年过去了, 放不下, 也只能尽历史了。 整天崇尚西方的民主, 他们杀得中国人少吗? 怎么不找他们赔偿? 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好和坏, 政治是最肮脏的事物,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一将功成万古枯, 觉得自己能打, 就想同样做好失去一切的准备, 包括和自己有关联的所有人和物, 没有能力就好活在当下, 打不过就加入。 牺牲的解放军, 你们提过吗? 这是一场悲剧, 这些学生初中没有错, 但是这些学生也毫无底线, 向政府提出很多无理要求, 学生代表要进入政府当常委监督, 客观来说, 政府和学生都没有错, 只能说这是一场悲剧。 如果任意学生的活动, 说不定我们会是一个新的俄罗斯, 每一道六四外媒就兴奋, 他们是真的关心学生, 他们就是亡中国之心不死。 如果中国六四学生们活动成功, 让中国陷入动乱或政府被颠覆老百姓, 真的会有好日子吗? 那一场政治活动和改朝换代不是尸骨类的, 这已经算不错了。 八千九百六十四世天安门事件日子, 虽然发生在中国, 那天放下工作, 整天盯着电视看, 一群大学生争取民主自由, 但中共最怕政权被推翻, 选择派出军队, 坦克车扫射, 连看热闹一并抢杀, 中共自称只死三百多人, 国外记录高达上万人, 台湾也发生二八事件相比, 小屋见大屋, 民主可贵在公布真相。 台湾做到, 援手缅怀道歉, 赔赏, 涉及念馆, 中共且怕人民知道, 封锁纪念, 也不能提起民主自由, 中共永远做不到, 就算要统一, 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选择自由, 民主方式, 台湾加油, 不要小看自己小岛, 只有你民主自由, 才是中国人民希望。 记得小学时, 他们在街上游行, 然后有军队来了维持秩序, 他们就起冲突了, 他们朝运兵的车上扔汽油, 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学生死的, 估计是没有的, 因为第二天去坐车上学, 可以看到路边烧毁的解放大卡, 偶尔还能看到烧焦的士兵尸体, 新闻也一直拨无辜的士兵被打死的杀死的。 后来就是停课了, 就开始镇压了, 才有传闻说有学生被打死了。 我那时候在西安, 我姑那时也游行了, 当演变成暴动, 是她就回家了。 她说, 剩下的那些学生都疯了。 你们可以我的叙述, 大致能看清一点事实。 现在四十多岁了回想这些, 为什么还这么多人为他们平反? 我觉得他们死不足惜, 我个人的意见。 我父母是在江泽民死的那天, 在饭桌上说起了六十四, 以前从没提到过, 父母还提到乌尔开西, 柴岭, 但我父母那个年代, 接受信息的途径是报纸和电视, 所以他们那天说的是坦克车碾学生, 我知道不是碾学生, 但就静地听着我相信, 八十年代前出生的人都知道发生过什么事, 但绝大多数都不谈, 以至于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六十四发生过什么事。 六十四这天国内的视频网站关闭弹幕功能, 言论审核非常严格, 还有很多人问为什么全网没弹幕。 我就在底下回复了一张手机日历截图, 就是2024年6月4号, 结果就被禁言了7天。 35年后还是怕, 就算当年那批领导人赵紫阳、 邓小平、 袁牧、 江泽民、 李鹏这些人全去世了, 还怕别人知道中共那天变成魔鬼。 所以可以肯定, 除非中共倒台, 否则这天永远都是被抹去的一天, 不管是35年后, 还是10年后, 日本动漫海贼王90年前有空白的100年, 海贼王全员知道历史真相, 但在等待后人揭示。 我们不仅有空白的64这一天, 还有空白的59-62的三年大饥荒, 和十年的文革, 中共粉饰这些犯过的大错, 不给普通百姓获取信息的途径, 但又怎么可能抵抗历史的规律。 一站在上面角度来看, 如果有人烦我, 那肯定我要镇压, 这是正常的。 并且还那么多学生, 你不去学习, 来闹什么事? 还有中学生, 你们知道啥? 所以大部分人, 只是随波逐流, 就像过马路, 凑够一波就可以过了。 这也一样, 看到同班同学去开安门了, 我也去。 二站在下面角度来看, 个别人想要一些政治权利, 一个人说, 没有用, 谁撩我? 所以正好有机会, 我肯定要组织或者叫煽动各种角色人, 来和我一起呐喊。 不怕把事闹大, 闹大了才有人管。 三站在旁观者, 我不关心, 也不想关心你们想干嘛, 我不懂你们做的事。 我只是路过, 你们打架受伤的是我, 那我肯定要说法。 似综上所述, 这场运动, 对任何人来说, 都是悲剧。 当年国民党都干不过, 89年, 更别想了。 现在更别想了。 我对于我个人, 不懂那个年代, 站在现在的角度来看, 我理解学生们的行为, 我也支持他们的行为。 因为现在, 我想和找办一点事, 他们就各种为难。 上个户口都要红包, 半个事, 真是难上难。 孩子上个学, 要写好多好多材料, 打印, 复印, 能查祖宗三代。 现在的医疗教育住房, 都是问题, 上个学都要和住房有关。 爱。 高达转小我们。 请不吝点赞, 参加交换筒。